大家都說我音癡無音不全 你們都錯了 不准地笑我 因為我小時候是合唱團的 老師都說我是合音界的 惠妮休斯頓 跟你們說我是演藝圈 最會挖的女藝人 挖什麼 因為我只要跟姐妹聚會的時候 我就說來 有誰要給我挖耳朵的 所以我就會幫很多姐妹服務 幫老公服務 然後所以就會特別愛收集她的兒子 可以開店嘛 妳收集兒子是妳喜歡挖 還是妳喜歡挖出來之後要把它放 要把它收著 我喜歡挖出來有大的之後就換 就是替換 我的那個小盆子裡面 就是要替換新的大兒戲 那妳把它裝在罐子裡面 對 妳有在收集兒戲 對 就是會一直有第一名的 對 比如說這個禮拜可能這麼小 然後可能下個禮拜挖到一個大的 就把舊的丟掉 然後放新的 因為它才是No.1 第二個就是大家都說 我音癡無音不全 你們都錯了 不准地笑我 因為我小時候是合唱團的 老師都說我是合音界的 惠尼休斯頓 妳這個跟林生社區貝多芬有什麼 兩樣 你們這樣我身從劉德華要出來講話 那你們合唱團有出去參加過比賽嗎 那就是對的 對 這個走向很正確 這個很正確 第三個 來 我是學校的排球隊 校隊 而且是有全台北市第四名店名 是金排球吧 金排球 排球 而且因為那時候我在學校 151公分是很高 是坐那種最後面那一排的 國小這樣很高了 所以那時候是老師就說 你要不要來排球隊比賽 然後因為我對排球完全不懂 沒有興趣 可是老師就說 如果比賽出去有名次的話 學校會有那個補助費用 可以請吃牛排 然後我說好 我去 就很努力 然後因為那時候每一天早上 就要500個拖球 500個砂球 就每一天都是51000的起跳 然後我那時候一整個學期 這樣訓練完之後參加比賽 就拿第四名 然後就吃到牛排了 然後老師就有說 因為他覺得我就是很優秀 有這個潛力 所以就邀請我就是國中 繼續加入那個校隊 然後我就拒絕了 因為我覺得 因為牛排吃到了 因為我已經吃到了 OK 所以我已經吃到了 好可惜… 找了一個國手 因為真的覺得體育太辛苦了 我是排球隊 因為最近不是疫情嗎 然後跟老公在家 就你看我 我看你是有點膩啦 所以呢 所以就想說好 那一起看一些鬼片好了 就比較刺激 可以回到以前戀愛的時光 就是尖叫 摸摸手什麼的 所以我們就看鬼片 然後後來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也要牽著他 我才敢睡 結果隔天起來想說 出事了… 牽的不是手 牽錯而已 牽的不是手 沒有牽到面的 房間裡面有蛇 牽真的是手 但是褲子濕了 蛤 什麼呢 我 尿濕淨啊 沒有 嚇到了 你們做噩夢了 對 做噩夢了 所以我老公都想說 天啊 這麼膽小 居然會尿褲子 到底哪一點是假的 請選擇 小馬哥 好 小馬哥選擇的是 1 收集兒死不可能 不可能… 太髒了 我跟小馬哥不一樣 我覺得金拍球是假的 好 我覺得是2 因為那個收集兒死是 我有朋友喜歡收集粉刺 這是有可能的 只是他們挖的東西不一樣 我要吐了 對 然後再來是 當事人告訴我們 到底哪一件是假的 答案就是 噔啦 看鬼黑線的 我真的是看 因為我其實不怕鬼 因為我住過鬼屋 我也看過鬼 拍戲的時候我看過鬼 合唱團 我根本不怕鬼 我真的是合影小天使